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 赵薇后开始做起了导演 他导演的影视作品是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也很受欢迎 赵薇在资本市场上也是风声水起 赚得蓬满泊满 近几年赵薇尽管时常遇到麻烦 但总的来说还是平安无事 2016年赵薇导演的电影《没有别的爱》 两位主演戴利冷和水源西子因网友指责支持台独和鲁华 赵薇旗下的演员张哲瀚在日本旅游时曾在晋国神社前拍照被封杀 2018年影视大碗范冰冰遭遇了大的麻烦 当年10月3日他被国家税务总局判罚8.8亿人民币蛇财免债 2018年4月赵薇和他的丈夫黄友龙尽管因股市违规被罚款30万元和五年进入证券市场 但他并没有像范冰冰一样遭遇重罚 但这一次赵薇可真有点过不去了 8月26日晚间赵薇导演的作品是我们中江市区的青春被下架 赵薇的超话栏目也无法显示 赵薇主导的作品 《环珠格格》《秦深深雨萌萌》《画皮》《精华烟云》等主创人员的名单中 已经没有了赵薇的名字 赵薇参加的一些综艺新节目也找不到赵薇的名字了 与赵薇关系很好的一些明星也立即删除了自己微博与赵薇的相关信息 纷纷选择与赵薇划清界限 赵薇到底出了什么大事 法犯哪条 由于事出突然很多网友和粉丝都没证明吧 有网友问到 吴亦凡被封杀是因为强奸 张哲瀚被封杀是因为侵律 郑爽被封杀是因为代孕 赵薇被封杀又是为什么呢 第一 坊间猜测 网络上赵薇的粉丝和网友展开了竞猜 大概有以下几种可能性 一是青日 2001年某时尚杂志邀请赵薇拍摄封面 衣服中间有鲜明的太阳图形 赵薇穿着此套服装的形象出现在杂志上 引发了全国声讨 二是资本市场割韭菜 2014年末 赵薇和他的丈夫黄友龙曾赤资近31亿港元 购入阿里饮业9.18%的股份 成为公司的第二大股东 同年4月阿里饮丝的股票大涨 赵薇夫妇持股账面盈利达到44亿港元 一个月后赵薇夫妇减持了部分阿里饮业的股票 套现仅10亿港元 三是复杂的人脉关系 据说赵薇和马云关系匪浅 他们还一起拜见过所谓的气功大师王林 有网友称赵薇与杭州刚落马的书记 周江勇家族往来过密 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 有网友爆料称赵薇 想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政治捐款 是希拉里海外资金的第二大来源 后赵薇工作室发表声明 称真的存在不了这个所谓的世界级谣言 以上是坊间对赵薇出示原因的猜测 目前赵薇已经失联 有消息称已经被相关部门控制调查 也有的称他已经逃到了海外 我个人认为赵薇应该在国内配合调查 第二被列入列级议论 网上流传者一份8月25日发布的 关于排查清理列级议论节目及内容的通知 通知称根据台领导的要求各部门各单位 从今日起被所有线上线下节目排查清理 涉及货尊 吴以凡 郑爽 赵薇 范冰冰等列级议人的相关内容 尽管这份通知的来源未经证实 但8月26日开始 包括微博各大演示网站在内的平台 确实得这份通知中所提及的议人的相关内容 进行了清理 中国国家税务总局网站27日公布 针对郑爽利用营养合同 涉嫌偷逃税款问题 处罚2.99亿元 同时广电总局下令 不得邀请郑爽参与制作节目 停泊起已经参与的节目 8月27日 中国网信办在官网公布了一份 在8月25日发布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治理的通知 通知提出了10项整改要求 包括取消明星艺人榜单 优化调整排行规则 严管明星经济公司 规范粉丝群体账号 严禁呈现互私信息 请你违规群组板块 不得诱导粉丝消费 强化节目设置管理 严控未成年人参入 规范应援集资行为 可见赵薇作品下架失联 应该与中共对演艺界的整数有关 赵薇不幸躺枪 作为了演艺界的代表 第三 一键双雕的好买卖 我认为赵薇出事 应该与中共对互联网企业 教育培训机构 和第三次分配运动有关 也就是说中共在整数互联网巨头 教育培训机构后 开始将矛头指向了演艺界 作为演艺界和横跨演艺 和资本市场的成功者 被选中作为了整数的目标 如同刘晓庆和范彬彬一样 中共的目的主要有两个 一是进化演艺市场 加强党的领导 封杀与举旋律不敷的影视作品和节目 2014年10月15日 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 讲话中就说到 努力创作生产更多 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 体现中华文化精神 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 思想系 艺术系 观赏性 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 要有正能量 有感染力 能够温润心灵 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 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 这个根本的方向 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 一项基本要求 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命运前途的关键 但文艺为执政党 人民服务和宣扬中华文化的要求 是对文艺的禁锢 艺术家不为任何人和政党服务 他们追求的是思想的自由和对人性的深刻剖析 没有创作自由 就不可能有伟大的作品 中共要通过打击赵薇 告诫 演艺界必须转向 二是通过对赵薇的经济审计 杀鸡儆猴 演艺人员不仅要补交税款 而且要捐献自己的财产 成为第三次分配的主力军 2018年5月的范冰冰事件中 演艺界就纷纷缴税庇披护 百亿元福财落入了中共的邀包 另外得赵薇的整数 不排除第一夫人彭丽媛亲手抄刀 我们说文人相亲 艺人更是相残 所以这一次赵薇的麻烦 应该超过范冰冰和刘晓庆 说不定会有劳役之灾 旅居德国的视频人士长平认为 即蚂蚁金服之后 滴滴打车 腾讯 新东方等更多的中国私器 遭到了中国政府 以监管和整邓为名的打压 股票市值以空前的速度增发 失息大亨的财富 规模大幅缩水 随后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 强调共同富裕 称共同富裕就是全体人民的富裕 不是少数人的富裕 要搞第三次分配 有传言说某富豪企图卖光资产跑路 被监管机构审查叫停 又有传说某富豪已经将巨额财富 捐赠给国家 有人说美国打了几年的贸易战 没有把中国企业逼上绝路 中共几份文件就手起刀落 打得中国企业家满地照牙 区别还在于 前者可以全民怒吼 甚至无病身影 后者只能冷气吞声 并且满脸培笑 有学者指出 中国政府要借打击赵薇的 所谓违法行为 全面整顿娱乐行业 党媒光明日报更提倡 要让青年人重回革命时期的 价值观和审美观 这是为下一波个人崇拜运动做准备 在重重打压下 估计娱乐圈产业会省时产作 一位匿名的地方电视台制作人称 现在总宣布命令地方电视台不能过多的宣揽 流量明星 主要怕这样的宣揽会造成对未成年人的影响 以及会导致一些主旋律 例如习思想的宣传会被盖过 有学者指出 即使明星义人跟从当局的意识形态成为官方的传声筒 但当局还是对他们不放心 因为共产党就是怕他们的影响力 所以要整治犯圈 就是把他们身上的光环彻底剿灭 令整个中国唯一身上有光环的只有习近平一人 这就等于为下一步个人崇拜做好铺垫 综上所述 赵威被封杀四年的原因 在于习近平要整肃演艺界 将他作为中共洗脑的工具 消灭负能量 弘扬习近平思想的主旋律 其次 中共目前财政空虚 需要通过第三次分配杀富济贫 演艺界历来是韭菜重地 第一夫人彭丽媛更是冻落光火 一个都不能逃 赵威不仅能演还能倒 更能在证券市场上辗转腾炉 出头的船子 鲜烂 枪打 出头了 有幸被彭夫人选中 自然赵威得放血 掏身 尽身 出门 早已逢神鹤离的演艺界 也会纷纷效仿 捐献财产 这一箭双雕 直赚不赔的买卖 急长路路的中共 又岂能放过呢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